93国际列车大结案莫斯科行动,瓦西里想当个好人,有点串线无见到刘建明。 而刘建明结局是妥妥的病,出来浑池早要还,也没什么好委屈的。 瓦西里最后有没有可能是he,不走寻常路。 莫斯科行动,瓦西里最后没死,但眼睛看不见了,一比一打平,不算彻底he,也不算彻底b。 另外,警察崔振海和瓦西里合作愉快,结局安排瓦西里见了女儿,是典型的开放式收尾。 瓦西里回国之后,可能被判几年,电影中没有明确交代。 考虑到其早年的所作所为,以及后来的立功行为,预计十年起步不成问题。 还是那句话,出来浑池早要还。 瓦西里真名刘玉虎,过去是真的虎,违法犯罪玩出了花活。 徒弟苗青山,比瓦西里有过之而无不及,不仅一言不合就暴力,还没有一丝一毫的底线。 为了逼瓦西里出山搞联洞,绑架了瓦西里女儿,当着瓦西里面蹦荡。 警察崔振海为了策反瓦西里,和他一起抓捕苗青山,自曝已经找到瓦西里女儿。 瓦西里选择相信警察,也成功控制了苗青山。 苗青山有个弟弟叫苗子文,结局挟持瓦西里当人质,逼警察释放苗青山。 瓦西里拒绝交换,表达得明明白白。 警察也没灌着苗子文,一枪把苗子文击毙了。 瓦西里死里逃生,眼前血红一片,出现了失明症状。 警察找来医用包,给瓦西里做了包扎。 并且,将一个小女孩带到瓦西里面前,宣布小女孩是瓦西里女儿。 瓦西里之前立下了两个flag,一个是要保护自己,第二个是见到女儿。 最后,因为眼睛受了伤,这两个flag是一个都没实现。 瓦西里用手摸着小女孩的脸,倾向于相信小女孩就是她的女儿。 但是,真相是什么,还是有点细极思恐的。